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Zither Harp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生而来 但是温柔谦卑忍耐 爱情就从生而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生而来 但是温柔谦卑忍耐 爱情就从生而来 神采塔图 生自到世间来 为我们的过分受害 为我们做了晚会情 因为爱 亲爱的神 即使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爱在我们里面掉一万圈 在夜晚的时刻 听这样舒服 具有疗愈性的歌声 真是一种享受 不是吗 今天在空中和你分享的 这首歌曲是来自爱情 在前一阵子所发行的 个人第二张专辑 镜子和我自己的全新创作 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 都是爱情他自己 用生命写下来的 而在节目一开始 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 叫做《彼此相爱》 爱情呢 他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 他说到 除了和别人要彼此相爱 也要和自己彼此相爱 爱情说到 我喜欢与人相处 却也热爱卢楚的时光 尤其享受在镜子前 很夸张的首舞足蹈的时刻 那是属于我的派对空间 房间里的镜子和我自己 就是我最完美的小世界 爱情呢 他曾经因为演唱电影 淼淼主题曲《My Angel》 而受到乐坛高度注目 这次呢 他再次出专辑 已经有相隔五年的时间咯 这几年呢 爱情他忙着担任刘家昌 孟廷伟 万芳 张绍涵 杨成林 梁永奇 张正月 席恩等艺人的和声 却仍然不忘写歌跟演唱 甚至呢 在筹备终身大事结婚的时候 也决定将结婚基金 挪去制作这张专辑 镜子和我自己 有很多喜欢爱情新专辑的人呢 都是这么去形容他的 森林系的城市女孩 为什么呢 因为爱情呢 是毕业于台大森林系 不过呢 更重要的重点是 他的歌声是非常具有疗愈系 会让人听的时候 非常的得安慰 又非常的舒服 因此呢 就有疗愈系歌手的称号 而毕业于台大森林系的爱情 他也非常热爱他所居住的这块土地 在爸爸风灾后 前往当地安慰居民 极力反对台东美丽湾的不当开发 重视核能与核废料的问题 对于各种土地开发与环境保护的议题 他都相当的关心 不遗余力地表达出对他所居住的这块土地的感情 事实上呢 爱情在他第一张专辑 同名专辑的第一首歌 我祈祷 就已经用温暖的歌声 唱出对他所居住的深深的爱与期盼 不过呢 在爱情这张新的专辑 镜子和我自己的造型上呢 有非常大的转变 他呢 染了一头红头发 这是因为他为自己默默发声的方式 爱情说 很多人说我看起来很温柔 但在外表之下 其实我有想法和态度要表达 我希望借由红法表现自己的内心 此外呢 爱情也提到 很多人一开始都很不适应这张新专辑 跟我说 爱情你的声音那么温柔 轻飘 为什么要用这么重的乐器 你应该走清新路线啊 可是 其实我要表达的是 我们生活在压抑的都会 也许表面看起来很温和 但心理的压力 情绪 可能已经高涨到一个程度 早就超过外表可以形容的了 这呢 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 所听到的这首 彼此相爱的歌手 爱情的介绍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佳佳也会陆续在 打开佳佳音乐盒的单元当中 和你分享爱情的 创作好歌 那么因为今天 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尾声了 下回节目当中呢 在下会继续和你分享 有关爱情的故事 那么节目最后 就让我们继续在这首 彼此相爱的歌曲当中 互道晚安 愿上帝祝福你 平安喜乐 下回同一时间 心灵晚安到空中再相见咯 爱情就从生而来 爱情就从生而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生而来 但是温柔千倍忍耐 爱情就从生而来 出AS speaker 深财踏踏图 生字到时间喃 为我们的过分受害 为我们做了晚会情 因为什么 lumpen 爱的神 即使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 若我们彼此相爱 爱在我们里面的一万圈 让我们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 但是温柔谦卑忍耐 爱心就从神而来 生差一大肚 生自的时间来 为我们的过分手海 为我们做了晚会 请因为爱 亲爱的神 即使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 若我们彼此相爱 爱在我们里面的一万圈 生差一大肚 生自的时间来 为我们的过分手海 为我们做了晚会 因为爱 亲爱的神 即使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 感谢感谢